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简单就好 它的雨林树屋建在古来的普来山 说建其实是原住民用古老的记忆让屋子和树合体 在不砍树的情况下 利用倒下的树干 树枝 树叶等等 组装出一个树上的家 树屋里只有简单的设备 但住在森林里的人难道还要电视吗 外面的阳台有被绿意填满的风景 离地而居 有一种更靠近蓝天的幸福感 我入住的当天 爱要用柴烧了一锅野菜汤给我们当晚餐下饭 那些会跳舞的柴火 让整个树屋都兴奋起来 吊床 吹炬 补梦网 热情地晃动身体 配合着柴火在热舞 这让我想起那些年 萤火会我们一起追女孩的那种快乐时光 录夜以后 森林音乐会才要开始 录睡前 我在古老的热带雨林里 合上眼睛 耳朵根本没闲着 缠的叫声此起彼落 偶尔还会听到毛头鹰的声音 我在聪明交响乐的催眠下 最后是什么时候睡着的都忘了 我们忘掉的是 岂止是美妙的雨林夜晚 我们忘掉的 还包括了大自然跟人类 和谐共处 原来可以如此美好 我们忘掉的 还包括了雨林 还没有变成油中原之前 我们不曾游过买海 我们还忘掉了 欲望让我们远离 轻易就能得到的快乐和幸福 因为阿耀和他的雨林束 我早摔的记忆 好像有了翻身的机会 I'm going back to I'm going back to That red clay country Que couldn't reach